人生的奥秘 你读过圣经吗 你知道圣经上记载了人生的奥秘吗 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吧 圣经上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 这卷书告诉我们 起初神创造了天 神也创造了地 神还创造了天际之间的万物 并且各从其类 但是 神创造人非常特别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 神按着自己的形象 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 在圣经的《利尼卷书》 帖撒罗尼加前书说 愿你们的灵与魂与生子得蒙保守 这告诉我们 神造人有灵魂生子三个部分 所以天地万物之间 只有我们人长得像神 也只有我们人里面有灵 神为什么要把人造得那么像他呢 手套照着手的样子被造 是为着成装什么呢 错咯 再选一次吧 对了 是为着成装手 照样 人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 不是为了成装财富 也不是为了成装学问 而是为了 要用灵成装神 所以人是神的器皿 神要做人的内容 人的地位是很尊贵的 但是人却没有把神成装到灵里面 而是让罪进到身体里 罪一进来 人就堕落了 罪叫人的灵死亡 对神没有感觉 罪叫人魂里的心思背叛神 不要神 罪 还叫人的身体犯罪 做出神不喜悦的事 然而神不放弃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 恢复我们 使我们能成装他自己 神亲自来经过一个过程 首先 神成为肉体 成为一个人 名叫耶稣 这位耶稣 在地上过人的生活 直到我们的软弱和需要 并且为了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接受神的审判 定是在十字架上 埋葬以后第三日 这位耶稣复活了 并且生到天上 成为赤神明的灵 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的生命 也就是他的自己 分赐给我们 接受神的生命 不需要我们付任何代价 因为神自己 因为神自己已经付了代价 现在我们可以祷告 来接受神的救恩 主耶稣 我需要你 谢谢你为我而示 赦免我 除去我的罪 我心里从死人中复活 成为赤神明的灵 我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和我的生命 感谢主 阿门 太好了 你已经得救了 因为圣经 罗马书 十章九节说 你若口里 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就必得救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也说 信而受尽的 必然得救 凡是相信主耶稣 有了神的生命的 都可以受尽 受尽是向着众人 也向着天地万物 做见证 见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现在 赶快找到你认识的基督徒 请他们为你示尽吧 请他们为你示尽